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年度歌曲呢 我自己很私心的 我觉得《玻璃心》是一首非常有影响力的歌曲 其实我选的年度歌曲 刚好不是这两首 那也是选谁 我其实选《如果可以》 那我就先不用聊 干嘛这样 不是 为什么 因为其实论流量 其实《如果可以》也是超过这两首的 我觉得《如果可以》大概已经是六千七百多万 他破译耶 他有破译吗 没有 他五千 他五千 他也五千 我记得是这样子 对 然后为什么会选《如果可以》是 除了当然《月老》这部电影很红嘛 那其实去年有两部影视作品的歌曲很红 上半年就是《当男人恋爱时》这一首 那下半年就是《月老》的《如果可以》 那会选《如果可以》的原因 还有一个原因是因为 华语歌曲从来没有一首歌 可以有中文 日文 韩文 三种 三生道的版本 对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难得会出现的一个 歌曲造成的一个影响力 那你想知道《月老》现在已经上映差不多半年 上映 超过半年了嘛 你知道他现在串流平台是第一名的典籍数 所以你就知道这首歌它的传唱度 它的流行度 以及它对整个社会氛围的影响力 造成多大的回响 那去年的得奖作品是《柯寨》 那既然《柯寨》都有 柯寨也是因为造成一个巨大的传唱的能力 能量的影响力 所以如果顺势的这样子一个逻辑 我觉得如果可以的赢面 好像比这两个再大一点点 如果是我选的话 因为我本身有在夜店放歌嘛 然后因为我有 对对 因为我在AB有时候会放中文歌 然后 对 就是这一首 对 爱情 因为你比我想的还要伟大 我觉得这首歌真的是近年来 你知道其实像这几年来啊 能够造成大合唱的歌真的是 屈指可数 尤其在夜店要可以放 那当然如果可以之后 因为我自己有混嘛 重新把它混成那个混音版 它也是有很大的合唱的能量 可是比起 其实但其实 说实话还有落差一截 因为这首歌真的是让全场沸腾 很厉害 我觉得年度歌曲好玩的就是在这里 其实 照这样讲 其实我觉得每一首歌 都有它很大的影响力 跟它的一些含义 但是就是 论流量表现 这三首是最跳出来的 第一个 你好 台北 很高兴卖Chili 这不会很腻 不要唱我的话 这是我点的 这是我点的 你看这边看到了什么 终于我 第一个大楼的角色 对我 让我很不开心 不开心 玩那个飞机的 哈哥最怕的 他有愤怒体在里面 很心情 啊 我的船 我一直认离不在 哎呀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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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